我会死吗?第二轮,第三轮,下。作者杰里米布朗,译者王晨瑜,朗读者小M。 福特总统的决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制药产业也存在较高的复杂性,制药公司面临的挑战是在短期内生产足够的疫苗,以及在出现任何问题时获得保险。 制造商威胁道,除非他们得到充分保护,否则要停止所有疫苗的生产。 因此福特总统在8月签署了一项保护制造商的法案,疫苗计划于10月初启动,而官员们担心的那种骇人的媒体报道便随之而来,进而发展成公关噩梦。 三名老人在同一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后死亡,人们进而对一种并不存在的关联性感到恐慌。 沃尔特·克朗凯特现身晚间新闻向公众做出保证,并劝告人们不要听信耸人听闻的报道,但人们对此并不买账。 媒体将各种疾病和死亡归咎于疫苗,纽约邮报甚至声称,该疫苗曾是杀死甘比诺犯罪家族首领的致命武器。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提醒公众,接种疫苗的美国老年人的死亡率实际上并没有增加。 电视上播出了福特总统接种疫苗的画面,但是公众舆论并不受逻辑或证据的影响,而是受情绪和焦虑的影响。 人们并不信任这种疫苗,甚至更糟糕的是,他们对它心存恐惧。 据报道,一种被称为格林巴利综合征的罕见神经系统疾病的病例数量出现上升。 该疾病会导致一系列症状,包括吞咽困难,手臂和腿部无力,以致肌肉麻痹。 在秋季,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记录了接种疫苗后出现的不寻常的格林巴利综合征病例数量。 虽然流感疫苗和格林巴利综合征之间没有已知关系,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仍然要求医生报告所有新病例,这更加刺激了公众舆论。 一些无法诊断患者病情根源的医生现在将其归因于格林巴利综合征,尤其是如果患者最近接种了疫苗。 到12月,情况变得非常糟糕,迫使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不得不终止了疫苗接种计划。 在此期间,没有出现一例猪流感病例,但有数十例因流感疫苗引起的格林巴利综合征病例。 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这是一次令人遗憾的巨大失败。 该报指责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领导的政府医疗官僚机构过度自信,而且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利用疫情来增加其预算。 新闻周刊则更加直接,这是一场猪流感病毒大混乱。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大卫·森杰尔被迫引咎辞职,然后诉讼便开始了。 由于疫苗生产商已获得国会的授权保护,因此联邦政府必须对所有损害承担责任。 到1980年,提出的索赔达3900多项,索赔总金额超过35亿美元。 截止到那时,在接种流感疫苗后,出现格林巴利综合征的病例已超过500例,其中23人已经死亡。 尽管进行了40多年的分析和争论,但目前尚不清楚格林巴利综合征与猪流感疫苗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在军队中,继200万人接受了双倍剂量的流感疫苗,而格林巴利综合征的病例却出现下降。 现在,在关于季节性流感的网站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 关于格林巴利综合征与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之间关联性的数据,在流感剂之间多变且不一致。 但对某些人来说,即使存在因果关系,为避免灾难所付出的代价也很小。 三十年后,被解雇的时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森杰尔反思了这一项决定。 他写道,公共卫生部门的领导人必须愿意代表公众承担风险。 回顾这一事件,森杰尔仍然赞成推出该疫苗的决定, 因为当生命受到威胁时,过度反应要好于反应不足。 在1976年,猪流感爆发的头几天, 撰写了具有先见之明的专栏文章的病毒学家埃德温·基尔伯恩, 也为自己的决定辩护。 他宣称,对疫苗生产和立即接种疫苗的必要性坚定立场。 尽管此次猪流感爆发仅限于迪克斯堡, 但它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与1918年的流感病毒属于同一颗, 虽然该病毒在1976年夏天消失了, 但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虽然病毒可以消失, 但也可以以更大的威力卷土重来。 1918年第一次流感大流行之后便发生了这种情况, 而且可能会再次发生。 他写道, 这一计划的批评者没有注意到这些事实。 基尔伯恩呼吁为应对流感做更加完善的准备工作, 但因认识到任何洗手、焦虑、公共教育和戴口罩等措施都没有效果。 采取行动在灾难面前做出反应是我们抗击流感的共同主题。 1918年, 芝加沟公共卫生专员指出, 死于担忧的人数超过了死于流感的人数, 因此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平息公众情绪。 1976年, 我们以极高的成本为每位美国人储备疫苗, 尽管不确定是否会出现流感大流行, 我们为消除公众的担忧情绪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下一次流感大流行发生在2009年, 一个社交媒体和24小时滚动新闻的时代, 并且也是由猪流感引起的。 当时的世界刚刚经历了911恐怖袭击, 印度洋海啸和卡特里纳飓风的创伤, 但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进行应对灾难的定期演练, 并且联邦州和地方卫生机构之间的合作已得到了加强。 生活已不同往日, 而且我们有了推特等社交网站。 2009年3月, 流感病毒首先在墨西哥被发现, 并导致大约60人死亡。 墨西哥政府迅速采取行动, 关闭学校, 禁止公共集会, 并命令部队在地铁站分发口罩。 到4月, 病毒已传播到美国, 纽约的一些学生检测出病毒阳性。 这次流感病毒还有来自四个祖先的基因, 美国猪流感, 欧洲猪流感, 禽流感和人流感。 它仍然是H1N1型病毒, 与1918年和1976年的病毒类似。 到6月, 74个国家共发现了3万多名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宣布这是一次流感大流行。 在美国, 超过一半的流感病例 是由新病毒引起的。 大多数死亡病例为儿童和成人, 在65岁以上的人群中死亡病例相对较少, 也许他们多年前就已被类似病毒感染过, 所以对此次流感病毒有免疫力。 到6月, 所有50个州都报告了H1N1病例。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报告说, 至少有100万人感染了该病毒。 庆幸的是, 绝大部分人无需治疗就康复了。 此次最新的流感爆发, 再次与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 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发现病例是在春末夏初, 接下来病毒进入潜伏状态, 然后在8月底, 病毒数量突然激增, 就像1918年一样。 但现在, 首次出现了针对流感病毒本身的药物, 这些药物可以通过处方向公众提供, 并且是美国国家战略储备的一部分。 国家战略储备的药品和设备数量充足, 只有在出现使医疗系统无法承受的紧急医疗情况下, 才可以动用这些战略储备药物。 为了应对2009年的流感疫情, 美国国家战略储备发放了一些抗病毒药物, 以及6000万个口罩。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还授权发布了一种名为帕拉米维的实验药物。 该药物是美国国家战略储备的一部分, 但仍在进行临床试验。 关于其安全性和疗效的数据非常有限, 因此它只能用于特殊情况。 而2009年的流感大流行便符合这一条件。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在2009年10月至2010年6月, 收到了1371份关于该药物的申请。 疫情消退后, 医生们回顾了帕拉米维的疗效, 但无法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 接受该药物治疗的患者中约有15%死亡, 但是当他们申请该药物时, 已经处于病危状态。 三年后,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帕拉米维上市, 尽管几乎没有证据证明, 它具有明显疗效。 疫苗产生于2009年夏天启动。 当年12月, 奥巴马总统效仿福特总统当年的做法, 在白宫拍摄了卷起毛衣袖子, 接种流感疫苗的照片。 它同样是在通过媒体, 向公众保证疫苗的安全性和必要性。 人们应该认识到这种疫苗的安全性。 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电台采访时说的, 并指出非洲裔美国人接种疫苗的比例很低。 我让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我的两个女儿立即接种了流感疫苗, 她们没有出现任何不良反应, 而且在整个流感季没有生病。 因此,你们也应该确保你们的孩子也接种流感疫苗。 但流感病例数量在10月达到了峰值。 到2010年1月, 流感剂回落至基线, 诸流感危机解除。 专家曾预测此次疫情将导致美国多达190万人死亡, 但实际死亡人数约为1.25万人。 对于流感大流行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 在世界范围内, 这次流感大流行的死亡人数也没有超出通常的流感剂。 2009年, 诸流感大流行最深远的影响是对公众造成的混乱。 官员们不断警告民众做好准备, 以应对冬季的严峻形势。 媒体报道了流感死亡病例, 以及如何避免生病的建议。 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 一名来自马里兰州的14岁女孩, 描述了她发高烧时的恐惧。 当我的体温达到103华氏度, 39摄氏度时, 我去看了医生。 他说, 医生给我做了快速检测, 他说他很确定这是猪流感, 这不是常规流感剂, 而且那天他接诊了六例病例。 当他说我得了猪流感时, 我和妈妈笑了。 好了, 告诉我真实的病情吧。 但他说, 我认为你真的得了猪流感。 哼, 天哪,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会死吗? 鉴于权威的信息, 都是彼此矛盾的, 所以这名女孩的恐惧并不奇怪。 2009年4月, 奥巴马总统表示, 没有理由感到恐慌, 然而在10月, 他宣布美国进入H1E疫情全国紧急状态, 这令公众无所适从。 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 在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上, 爆发了另一种病毒。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 错误信息和恐惧的传播速度, 首次超越了病毒的传播速度。 关于流感的推文, 有近300万条, 并且拥有自己的话题标签, 猪流感。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言人认为, 网上关于猪流感的讨论, 是一个好兆头, 表明公众积极参与, 并随时准备用知识和预防措施进行反击。 但推特信息受到了恐慌情绪的影响。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福克斯新闻等有线新闻媒体, 因夸大事实并引发公众担忧而遭到批评。 如果公众认为, 科学家们只是在制造狼来了的故事, 他们就会忽视未来发出的警告。 在华盛顿特区, 我的急诊室里挤满了出现类似流感症状的病人, 很容易看出哪些是流感病人。 他们在挂号时, 戴着由护士分发的蓝色的一次性口罩。 如果我们对他们进行测试, 很多人会出现H1N1阳性, 但是, 无论他们是否患有猪流感或季节性流感, 或者只是另一种病毒感染都不重要, 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出院。 2009年猪流感与任何其他流感剂并无差异。 但此次事件的后果接踵而至, 有人声称估计的死亡人数被夸大了, 据有较大影响力的英国医学杂志的编辑菲奥纳·高德利报告说, 一些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建议的专家, 没有透露他们与制药企业的财务关系, 这引发了关于利益冲突的道德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 世界卫生组织对流感大流行一词的使用, 大多数人认为流感大流行是一种传播广泛并杀死成千上万人的疾病, 这种描述符合世卫组织对传染病一词的官方定义, 导致大量的死亡和疾病, 但在谈及2009年的疫情时, 世卫组织使用了更为学术性和狭隘的定义, 仅关注疫情流行程度而非严重程度。 在一位机敏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指出这一点之后, 一名世卫组织的女发言人宣布, 该组织错误地使用了更具灾难性的定义, 这是我们的错, 我们为造成的混乱道歉。 他说道, 并指出该词语描绘了一种相当凄惨的情形, 可能导致公众的恐慌情绪。 H1N1疫情只是一种季节性流感, 并不比普通的流感更具危险性, 但一个词语的使用提升了他在媒体和公众心目中的地位。 2009年的流感大流行, 其实他根本不是流感大流行, 告诉我们, 在发动公众应对流感时, 语言既是武器又是障碍, 公众完全相信世卫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于预防中心发布的信息, 认为一场致命的类似于1918年疫情的流感大流行即将爆发。 这并不是首次出现流感大流行的描述, 与其严重程度不符的情况。 1957年, 流感被世卫组织同时描述为相对温和和较为严重。 1968年, 香港流感疫情被世卫组织描述为温和, 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称其严重性为中等。 无论是哪种方式, 流感历史学家约翰·巴里都指出, 经历过1968年流感大流行的绝大多数人, 甚至不知道发生过流感疫情。 在1918年的灾难发生之后, 流感在20世纪的其余时间一直处于潜伏状态, 没有再一次给全球造成重大伤害。 它随着我们对流感的了解不断深入, 病毒在人类系统中发现了新的弱点。 它揭露了我们在政策、 准备、 响应和媒体反应方面的不足之处, 而且我们仍然没有得到1918年病毒的基因谱, 但这一状况即将发生改变。 一名在北极工作的医学生, 一名试图保护自己在美国国会工作岗位的年轻病理学家, 正在从冰冻台原中挖出的尸体中搜索原始的1918年病毒样本。 至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